一打开车门 民警闻到了一股酒味 司机胡某承认自己喝了酒 但不承认酒后开过车 公共视频显示 出租车是在早上六点多开过来的 一路晃晃悠悠 多次寡蹭中央护栏 车轮因为碰撞爆了胎 胡某血液中酒精含量为每100毫升193毫克 属于醉酒后驾驶营运机动车 除了会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驾照也要被吊销 且十年内不得重新取得驾驶证 重新取得驾驶证后 终生不得驾驶营运车辆 终生不得驾驶